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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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小明 今天要来说一个人 历尽风霜后 人生如稻吃甘蔗般 渐入家境的故事 谁是主角呢?来看他的照片 这就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今年妻子三岁的 王维莲师兄 2010年在梅基台风之后 到苏澳的灾区 帮忙打扫了照片 身为家中长子的他 长兄如父 要照顾七个弟弟妹妹 他不遗余力 为了赚钱养家他做过许多的工作 当过技工 做过职业军人 还开过文具店 做过贸易商 经营小吃店 卖过房子 还做过传销 但是 不仅没赚到什么大钱 还曾经被倒在书店 也被水淹过 所以他一直感叹 哎呀 为什么我的人生都没有贵人相助呢? 直到他进了慈祭 他才发现 世界上原来有比赚钱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如这般快乐付出当志工 想知道谁接引他走进慈祭 他又如何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呢? 我们来认识这位 今年七十三岁老当益壮的王威廉师兄的故事 你不吃啊? 你不吃啊? 好不好吃? 好吃 每到假日就是王威廉最开心的时候 一位两个女儿都会带着孙子们回来团聚 这时的家里面总是特别热闹 重点重满 以前会吃 找朋友来家里喝酒 以前真的很无知 什么事情都做 现在走进慈祭以后 这全部都改掉了 生活比较单纯 真的很舒服 身为家中长子的王威廉 早期赚钱养家 还要照顾弟妹 一肩扛起许多责任 过去她常抱怨赚不到钱 感叹遇不到贵人帮助 因此心情郁闷的她 三天两头就和朋友喝酒赌博 而太太一点办法也没有 老大的奇迹嘛 老大哥嘛 这些弟妹有没有 这些弟妹也是帮我 帮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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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会问他说 你年轻的时候付给兄弟 那现在 他已经 趕快与世无争 因为走路实际的得动到场 帮忙就是帮忙 我爸爸其实他是蛮好客 也很重朋友 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爸爸重朋友的情况下 然后就会有朋友来家里 那来家里 妈妈就要准备吃的 那妈妈除了要做生意之外 她还要负责打理爸爸的朋友 对 那我们做小的在旁边看 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情况 这一辈子所受是上辈子所做 因为这句话 王威廉终于放下了赚不到钱的烦恼与怨 转而投入慈祭 为身旁的人付出与关怀 而这也让她的心灵 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阿嬷 阿嬷 没有 来 要跟你说这种 你好 老板娘 这个是她要兼给我们慈祭的 每一次来的话都有成长 我们有时候讲成长 要有成长 那当然她也高兴我们也高兴 对慈祭也是很有帮助 二十几年 好 来 感恩 谢谢 我是说这队很好 很照顾我们 明天是差不多30 差不多30 阿嬷 阿嬷就是我们做生意 一口五罐 阿嬷 阿嬷都如何向你鼓勵 阿嬷都叫我 我感觉说 不要想那么多 是我先走的事 我对我来讲 很厉害 她都很照顾我 有时候来跟我讲 要想开一点 这样 她在照顾我很多很多 这地方拍拍的 我还没 我跟你说 像你一样 你如果正来 疼 以前是不疼 不疼 不疼你拍拍的 她不疼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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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注意 你自己身体 腰滚 下来 一声 用气管自己拍拍的 自己身体要照顾 知道 谢谢 在心肌梗塞之后 王威廉更明白 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欢喜做慈祭 也因此 她常常和邻居朋友 分享保健之道 走过那一段 怀才不遇的日子 现在的她 终于体会到 原来慈祭 正是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贵人 再见 感谢 是啊 做了慈祭之后 不仅 欢天喜地 脚踏实地 多幸福快乐 不得比 我想 王师兄一定感受特别生 对 今天敢跟你来 不仅你来 你还带着两位亲友团来 一位是跟你 有血亲关系的 您的妹妹 翠芬师姐 敢跟你 你们家八个小孩 你排老 老七 你跟哥哥 大哥差几岁 差了22岁 这样你就知道 他们最小孩的 该他差多少 超过22岁 你跟你们最小孩 差多少 你喔 四分之一四季 你就知道老大哥 多么的辛苦 等一下说 除了翠芬来之外 还有我们的 总务的伙伴 我们刘文贤师兄 是 敢跟刘师兄 所以家里要顾 金门的老家要顾 来台湾打拼的 这些弟妹们要照顾 还有这些三个宝贝也要照顾 对不对 所以大嫂真的也是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没错 我大嫂能力也很强 尤其那段时间 无关系 要为了生理 要为了自己的生活 才能睡觉 你都会 像你刚才说的 会饮酒作乐 邀朋友来家里吃好料 都是你们叔叔的下厨做菜 我们兄弟大部分都会炒菜 都会煮菜 兄弟 兄弟准备都会 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说也比较说 因为你会煮 就会邀朋友来 因为会酒 会猜钱 大部分搞到一块 所以我 我世界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以前的生活 也过得蛮精彩的 对 不过 真的是如一般人说的 遇不到贵人 怀才不遇 光刚才我被你开场那些 您做过的事业 就不少 您这个 还没当兵之前 就在金门领务所工作过 中树 还在金门日报当过技工 帮忙排版剪字等等 然后后来 转服当自愿意 那也是你人生中的 一个选项之一 但是好几步长 胃下垂八公分 身体没缺 身体没缺 就没再做 没有 就时间大就退下来了 本来我们那个司长对我很好 他说你可以留营 马上当连长 对啊 连长啊 对 当跳连长啊 我说我不要 所以如果你进去做下去 你可能现在已经 命没有了 就过去便说了 到那儿就画画这些精神点了 后来你又种过菜 开过文具店 还当过这个学校的代理数学老师 对 对 素质很好 哦 这样啊 所以你脑筋动得很快 你的素质观念非常好 对 不然我就做这些行李 都当过贸易商 开过文具店 开过书店 卖过房子 做过传销 还开过小吃店 等等等等 对 对 但是都没收到费 没收到费 没收到费 那在那么多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哪件事让你最厌棄的 明明就有可能发了 要贪一下费 结果机会过门不入 有 举个例子让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那个 我们做那个 红木中介 差不多两个 我们有个金门人也是姓许 小姐 许小姐 她是卖那个 一说五出生的 跟我做股东 那时候 一个人大概花了两三万块钱而已 就是一个办公桌 两个办公桌 一台的电话 一个沙发就开起来 那时候不要申请 什么都不要 所以卖房子你不是红柴呢 你自己做老闆 对 来来来 那时候不要申请 直接就可以开了 开了再永和一个楼 那楼很大 十几层楼 我们在八楼租了一个套房 就没开起来 开起来大概卖了八个月 卖了一间 卖了一间 卖了一间的话 刚好打平 就是 后来就是 亏了大概两万块钱而已 两万块钱 但是那时候 有空就是赌博 就是打拔酱 喝酒 天天搞这样 我说这样搞下去不行 我说 你自己有觉悟 对啊 我不赌 但是他们会赌啊 我说我这样搞下去不行 所以就收起来 收起来 我们是除夕的那一天晚上收起来 还有一栋房子在跟我卖 差不多一百四十万 那个三十七平 后来就不卖了 就退还给人家 以后明天不得了 那个房子 就翻倍的打 就是说你一百四十万的话 可以卖两百两百五也可以卖 那是乱喊的 就没有了 就这样过去了 你已经关门大击了 已经关门大击了 那时候行情翻转 对 眼见本来就要白花花了 反正初一还没有感觉出雾最厉害 开市啊 开市啊 乱喊了 那时候是 所以钱喔 不是我们的 我们得不到 嘿 财产五家共有啦 对 该我们就我们的 不该我们的 你怎么求也求不来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今天我有钱的话 很可能我会去报道了 不会存在 因为都 都 都 喝掉 喝掉 吃掉 所以今天喔 真的很幸福 能吃 能睡 能做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这样 好来 我们今天小妹来说一下 崔芬 嗯 哥哥这样子能够全身而退 多多少少跟慈悸改变他有关系啦 当然 对 以前那些坏习惯 哥哥说改就改吗 当然也不是啦 慢慢的慢慢的 对 对对对 因为盛情难缺嘛 总是有作造的人 还会给你一点引诱嘛 所以毅力要坚定 对 而且要恒心 既然要走这条路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到底是谁把你渡进来的 我的老姚弟弟 你的弟弟 王维周 王维周师兄 目前也在我们花莲慈记基金会工作嘛 对 他从志工变成职工 对 发挥更多的专业 对 然后结更多的员 对 他当时怎么跟你讲啊 事实上我们供给款我教的很久 事实上从来没看过一本 他早就做慈记啦 对 但是我们家里面很反对 很反对 真的很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房子 孩子有小 事业也没稳定 那时候也是光开一家那个叫什么 櫻花牌的经销而已 就在综合器那里 所以不稳定 所以我们 我父亲那时候还在嘛 是住在那里 所以兄弟姊妹全部是反对的 整个觉得你不认真打拼事业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做这个赚不到钱的志工啊 对 所以这样引起 所以我走进来就比较慢一点点 ok 就这个原因 假如说现在以我的立场来讲的话 来做的话 我讲话就不一样 好 我就那个力量就不一样 你当然是老大哥 不是老大哥 而是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嘛 懂 但是他那个时候正在起步的时候 又要打拼师 又要做慈祭 事实上走进慈祭师 他骗我进来了 怎么骗呢 他刚好是那个健行课开课嘛 他说 哥哥啊 他说慈祭有一个演讲 你要不要来参加 演讲 要不要来参加 我就跑过去演讲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传销嘛 所以只要演讲去我就会去 就台下就做不进来了 平常进来以后我是无悦无悔啦 就是圆道啦 对 圆道 现接起来啦 所以进来了之后 他发觉 应该要多做一些喔 不过去都放水流 这次我应该要多执服 因为上人说 这辈子所受是上辈子所做 所以投入在慈祭志工的领域 师兄真的是老当益壮 来看看 哪个地方需要我 我去去帮忙而已 我没估计说 在哪一个区块去整理 哎呦 配人家就好了嘛 那求饭求饭 该我们做 比如说车子回来 那你要去都照顾安全 放下身段 弯下腰 王维莲总是乐于配合 環保站里头 只要哪里缺人手 他就会马上补位 给予协助 实际没有说什么管太多啦 就有时间尽量去做 对啦 有时候超过界限 但是人家不做 我们来做嘛 你看的 我外面的情形 应该做就要做 不应该做 那就不要做 有时候那个阶级很重的 要差不多一台阶级 要六个人搬 他就说我好 如果好再来搬 那不好就不要做 我来搬 他就搬 他都觉得很快 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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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这里 对 坐在哪里 好 好 所以你2010年到时候装支架 有影响到你现在做的保保吗 没有 我只是休息了一个月 后来就正常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高血压 所以 水泥要充足 生活要正常 你不能疲劳过度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拿捏得很好 我现在 我都告诉我 最幸福的就是我能吃 我能吃 我能吃 我能做 俐落的手脚和动作 完全看不出 2012年时 王维莲曾因为高血压 导致心肌梗塞 装了三根支架 而现在能够把握付出的机会 他说做就对了 和伙伴江之安在安和环保站 一起工作已经四年多 两人同心协力 没有任何懈怠 这位是中和山的和伙队长江之安师兄 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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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两只半 我装三只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那个 刚好 以前在这边过来的时候 那个 后面去敲水泥 我们两个人去敲 很有意思 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再倒 他比较急性 而我比较慢 我们两个就是 一个急一个慢 那就有比较好配合 你知道 你知道我才去没这就对了 认真的性格 也充分展现在王维莲的总务工作上 管理储藏室大大小小的物件 他一点也不马虎随便 因为他认为 只要多用点心 大家取用会更方便 你还没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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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啦 所以我们就是说 他们没跪人 我们自己来跪嘛 就这样而已 只要有机会 就讲一下就好啦 反正人那么多啊 不可能说 都跟着我们的意思去做 做持续接了路就是这样 多花点时间就好啦 因为里面东西很多 如果师兄还是师姐 来拿东西 他都不按照我们这样子放 那边摆一下 那边摆一下 最后 都是我们 为了师兄 他都这样子 自己自动自发 他讲到各位好 他不会说 欸 他讲什么 很大声的话 都不会这样 那就学去 我觉得 觉得 我要向他学习啦 像这个棋子 有一次到 要到菲律宾嘛 他是说 你们装的棋子 有多少棋子 你要讲出来啊 背心有几架 你要讲出来啊 所以你平时假如没有 没有装一袋一袋 这样好了 到时候 多少数人不知道啊 心念要专一 就必须收摄杂念 王威廉用心地 将周遭环境 整理得妥妥当当 就如同把自己浮动的心 安在当下 找回清静自在的人生 我真的非常赞叹走木师兄 因为有人说 走木走木 大行都要木 总是解决困难的任务啦 其实做总务 这个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要人和嘛 是吧 你也看他这几年来 他的个性 有很大的改变喔 改变有来 算是我开始受政 感到有去提供 早期刚才入来 都剩孤子一样 随时的志工 那些都不知道 渐渐当然 我也受政后 渐渐就会接受 对 当然我们人都是反忽 尽管这么小 对 过去也同样 说什么东西 各人都有各人的事 对 大家都这样做 就这样做 就不可以听了 不过这几年来 我们接受来 有人都会演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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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尊重 所以身体的健康 才是长久之道 这个2012年 你这个心中到三个金 这个开玩笑 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性物 还是一个觉物 有吗 有 有 有 平良心讲 这个事情是起因在于 我回去金门 回去金门 本来是一天当天回来 我要带高西亚的药 师姐说 你回去一天带什么药 就没有带 你乖 我这个脾气 我就没有带 没有带 没有带的话 一回去 我弟妹他们也回去 你知道 很难得机会回来 那你怎么回去 还原团聚啊 所以今天他请客 明天他请客 这个拖了三天 三天以后 第四天同学会 拖到第五天回来 这基本已经发生过 那个心脏有问题了 问题的话 休息一下子 就好了 但是回到台湾以后 第三天我去找我里儿 里儿在野那个中理 去看看那一天也能累一点 那一天刚好礼拜六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大概晚上十点 觉得心脏很怪 怪怪的 怪怪的 大概十几分钟没有消掉 我如果私底下 我就不对 情形好像不太对 我说我们走到下面 去找经营车 结果两个人一散步 他要二十分钟 坐经营车 就直接到此业 此业以后 他说你来得快 五十分钟房经期 后来 我师姐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那个医生过来讲 他说 我说我里面还在痛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本来是两只 后来就变是三只 所以这个到底是无常先来 明天先到 没有人知道 生命就在一口气 那你 那是你说你 穿不过来你就 谢谢再联络 拜拜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 你心痛的时候 假如说十几分钟没有解决 就要特别注意 要趕快到急诊室 了解 这个很重要 你过来人的经验 对 对 尤其是你有高血压的人 你一定不能熬夜 按时服药 对 对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病 大病痊愈之后 听说你更把握 当下做实际了 没有 我以前就很积极了 对 做得这么快乐 做得这么认真 其实这爱的人 也是有一点点的心疼 跟不舍 他说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 我们来听听她 一位情人 对爸爸爱的呼唤 因为我嫁到比较远 所以爸妈对我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跟就会遇到一些困的问题 那他们都会 就是过 就是比较担心我 所以就是说在孩子 在孩子的照顾上 他们也会想说能够 尽量帮我就 就是多帮我担待这样子 那我也一直很感谢我爸爸跟妈妈 那自从他们走入实际之后 我觉得说 嗯 我看到我爸改变是 但是年轻 年轻每个人都有过去 那每个人 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任何人都是完美 可是他从年轻 他可能或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可能曾经亏过久 或曾经有一些赌博那些 可是 他慢慢进入实际之后 我觉得他那些习惯也戒掉 那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爸爸 那我 呃 我希望说 他因为他今年的身体 有稍微比较不好 那心脏也动过手术 所以我希望说 嗯 他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身体 然后 能够活得长长久久 那能够有个 让我们这些子女 非常的放心 你以为的话 相信爸爸听不进心里了啦 所以说声音 很给你喔 也感恩你这样 不能够 从慈祭的门外汉 变成慈祭里面的禁师弟子 然后当别人的贵人 好不好 好 感恩三位 祝你身心健康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